俗话说得好 举头三尺有神明 确实不能做坏事 万一真做了坏事 赶紧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 是这样吗 佛曰 只要心中有佛 人人皆能成佛 好吧 佛说了算 有一天我对发票 发现自己竟然中了二十万 这么大福报 我信冲冲到邮局对讲 结果却拜信而归 那是对错号码了 号码没对错 但是月份看错了 我是这一期的发票 对到了上一期的号码 福报修得不够 眼睛夜障中 但这个月户头只扔下两千块了 怎么办 只能省吃俭用了 于是我决定把这两千块 通通拿去买乐透 这不好吧 平常只要有基因德 就会有福报 是他一把 佛祖保佑 一张 两张 三张 怎么样 通通没装 那怎么办 我要把家里的佛像全烧了 不要毁谤三宝 我妈时常惯示我一些 和佛家思想有关的话 夏天 我们家从不开冷气 为什么 我妈说 心井自然凉 其实是想省电费 高中 想追学校的笑话 于是向我妈请义 你妈怎么建议你 苦海乌鸦 回头是岸 那若是你不听劝 硬是要做白日梦呢 一切如梦幻泡影 多明白啊 但我听了不高兴 于是向我妈吼道 喂 我是不是你亲生儿子啊 哪有人这样跟自己亲儿子说话的啊 没礼貌 你这样妈妈要生气了 我妈淡淡的回我 是不是亲生的 佛约 不可说 哈 我妈从小给我的佛约熏陶 倒是让我学以致用 这又怎么说呢 学校 学期末老师发派工作 你 去扫一下树下落叶 可是菩提本无树 那厕所镜子去给他擦一下 明镜一飞台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自己位置 东西堆成的什么样子 乱七八糟嘛 本来无一物 还顶嘴 跟你讲了还不敢把垃圾给我收掉 何处惹尘埃 哇 你这样子顶嘴老师不气渣才怪 老师气爆了 于是说 没礼貌 你是谁家的小孩 对嘛 谁家的小孩 佛约 不可说 嗨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秦福事 勿时惹尘奈 这是神秀禅师的无相计 二十四岁的慧能禅师 认为世人天性本自尽 万法再自性 觉知本身就没有实物 明亮的镜子也不一视静台 佛性原本就是清澈干净 哪里会有什么尘埃 于是就写下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凭着这首菩提记 五祖红忍传师传位给他 六祖慧能主张顿悟 而被世人称为南宗 他的同门师兄神秀 在华北弘法 主张贱物 号称北宗 两人一南一北 并驾齐驱 在当时被称之为 南能北秀 禅宗史上也有 南顿北贱的说法 慧能禅师提倡 心性本敬 佛性本有 直指人心 贱性成佛 认为语言文字 会约束思想 故不利文字 由个体亲身感受与体会 才能真正悟到 顿悟是超越一切时空 因果 过去 未来 而获得了 从一切事实 和所有束缚中 解脱出来的自由感 不拘泥于世俗的事物 到达超越思想与哲学的 性灵世界 因为不讲求修行环境 是以得道者的日常生活 与常人无益 身处尘世 心在尘外 精神上达到 无念的境界 凡人与佛 只在一念之差 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次 重大改革 慧能与神秀 两位禅师 元吉之后 他们的门人 有过一场辩论 慧能的弟子获胜 使得慧能禅师 所代表的南宗 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